她是不是傻,女排姑娘人手一辆宝马,唯有自由人名利据令,一个善于读书的人,能够完成自我对学习的需要,当然不读书也没什么坏处,只是太过沉溺于现实世界,容易让人狗狗盈盈,经常村卷体育的观众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,体育运动员如果在国际赛场上取得好成绩,一般来说都会获得国家或者企业的褒奖。 自从2016年领域奥运会上,中国女排多得奥运冠军后,这些女排的女士们自然,成为了人们存倦的焦点,然而,宝马公司就曾以低折扣让利给女排女士,这些女排女士们每人都领了车,但是唯独林立一人没有提车,由于林立从小出生在一个农村的家庭,从小勤俭节约的她认为宝马对她没有什么用处,买了也是浪费钱, 因此林立拒绝宝马公司的好意,林立1992年出生于福建的一个农村家庭,17岁时凭借出色的表现,进入到福建省队,由于起先被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慧眼十珠看中了,最终被选入国家队,她先赞助中国女排多得世界杯,奥运会等大赛冠军, 而一贯严厉的郎平也称赞她是最好的自由人,林立成为奥运冠军之后,她获得的所有褒奖,合计起来,差不多超过百万,这对于一个农村家庭的林立来说无一是巨款, 但是,林立的父母依然坚守在工地干活,而林立的父亲表示,就算我平时在工地干活,但是女儿的比赛我肯定是不会错过的,当看到女儿夺冠的时候,我的工友会都哭了。 文明 文 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